國慶晚會10月5號將在台北大巨蛋登場 天后江會也將付出開場 原先國慶晚會預算高達1950萬元 而総委會協助支出952萬 而北市府支付997萬 不過卻傳出因為提高了 維安和設備規格 讓經費大暴增 甚至傳出有將近3000萬的缺口 市立保院長韓國瑜 親自找公股航庫調頭寸 還一度募款卡關 到底有沒有卡關 韓國瑜沒有正面回應 但在一黨難以理解 總統賴清德都會出席的國慶晚會 為何立法院長出馬募款還會受阻 畢竟這是賴清德上任後第一個國慶晚會卻全出募款卡關 在黨批評這丟臉的恐怕不是韓國瑜而是賴總統 為什麼換了立法院院長換了台北市來舉辦這些單位都收手了 這是一個國家的慶典不需要歧視或大小眼難道賴清德沒有要來嗎 如果讓一個國慶活動的舉辦變成說到民間去到處化圓的話 你賴清德來這邊到底是以什麼樣的角色來 就怕還有人從中操作藍綠黨派搞資源大小眼 讓國家盛典還沒舉辦就先蒙上陰影 記得鍾成良士郭豪SF小組台北報導